075两栖攻击舰下水 看起来可排世界第三 有迹象显示 我国短锤项目研制方向可见一斑 真的 9月25日9时20分许 075型两栖攻击舰正式下水 这标志着我国海军两栖作战能力 再上一层楼 分析认为 075型两栖攻击舰仅次于美国的黄蜂级 算上美国级 看起来可以排世界第三 心想未必 如果考虑到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这个因素 075型的排名还是未知数 所有可能配备F35B的两栖攻击舰 都有可能超越075型 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 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说并非积累 如果说有和无 大和小是两栖攻击舰的两个台阶 那么装备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 从而实现航母化 就是两栖攻击舰的最高层次 美国计划 生产F35B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 350多架 除了自己装备 出口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将来075型的对手一定很强 在考虑075型 要不要装备垂直起降战斗机这个问题时 关键是要摒弃体系依赖症 现代战争讲究体系作战 这个体系要足够强大 关键因素之一 是体系内各作战单位 要最大可能地对体系做出贡献 否则 一位的依赖就是体系依赖症 而结果 轻则导致系统不堪重负 重责轻易发而动全身 如果两栖攻击舰装备了垂直起降战机 那么有些战斗任务 或者无需航空母舰实施 或者航母舰载机 可以减少相关的出动架次 甚至在航母对决时 两栖攻击舰的短距垂直起降战机 还能给予助攻 如果一味的强调 针对最现实的任务 做最专业的事情 那么大型两栖攻击舰 都没必要建造 搞上一千艘072坦克登陆舰 平推过去谁拦得住 因此 075型两栖攻击舰 在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上的 关键短板是一定要补上的 目前有迹象显示 五国在垂直起降战机上都有动作 一是在三轴承转向 或偏转施量喷管 有大量的研究 一是 2015年3月20日 中航工业惩发 与中航空天发动机研究院 就短垂项目 签署风扇部件合作协议 三轴承转向喷管 生力风扇 是F35B和雅克141所采用的成熟技术 我国短垂项目的研制方向 由此可见一斑 此前 我国在这个领域 没有实质性的研制项目 原因在于 一是没有可靠的核心机 二是没有可靠的舰载平台 现在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可以预见 未来我国将拥有三艘 甚至更多的轻型航空母舰 我国短垂项目的研制项目的研制项目的研制项目 拜拜 谢谢观看